前年5月,內地連鎖飲品店喜茶已經結業的沙田新城市廣場分店遭到黑衣人破壞 7名少年事後被控刑委、拒捕、煽惑他人作出刑事損毀等罪 其中一對周姓兄弟早前承認控罪被判入更生中心,餘下5人否認控罪受審 裁判官崔美霞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定3人分別阻差辦公及煽惑刑委聚成 另一對案發時16歲大姓惡媽生兄弟就脫罪 7名被告依次為16歲兄弟周健樂、周佳儀、16歲媽生兄弟、大家正、大家平、王嘉誠、梁俊熙和16歲的侯毅童 吹官引述鄭公子,案發當晚新城市廣場有和理性活動 2名便衣警員喬莊成為喜茶顧客 3名黑衣人突然入內破壞,2名警員馬上表明身份並嘗試制服3人 其中1名警員抱著1名黑衣人,指稱是大姓媽生弟弟戴家平 狗前間2人雙雙倒地,黑衣人不斷反抗 人群包圍時,警員感到背部凍痛被踢 抬頭見到被告王嘉誠右手舉散,腳踢自己 黑衣人刺激爭脫,連同王嘉誠和梁俊熙一同逃去 被告王嘉誠作弓時,說自己曾受急救訓練 當晚到場參與歌唱活動,沒有留意到隨手拿著的背囊裡有示威用的黑衣物,手袖面巾 案發時為防群眾責物,因此將散保護,上前分開倒地打架的2人,不知道其中1人是警員 趨冠反駁,王嘉誠當時一直在現場觀察,警員多次表明身份 王嘉誠不知道警員身份實在不合理 如果只是分開2人,王嘉誠無需行動前轉身向中庭招手 已經有保安到場,無需王嘉誠協助,現場又無人摘物 王嘉誠亦在接近2人時才舉散,又不是遮掩頭部 袋內的急救用品除了生理鹽水之外別無其他,趨冠批評王嘉誠的證供矛盾 有內在的不可能,拒絕接納,而其外形依著 他右腳下踏的動作和警員證供感到背部動痛吻合 故此裁定王嘉誠阻差辦公罪成 至於被告梁俊熙在混亂中沒有離開,更主動向王嘉誠吹前並伸手 他明顯是配合王嘉誠,有共識行動阻差辦公,故亦聚成 吹觀最後引述被告侯毅童在WhatsApp群組的訊息 你們可以的話盡量裝修,入去容易被圍捕等 結合上文下理,明顯可理解是與和理性活動有關 意指刑事毀壞,亦裁定線或刑委聚成 出版的短視 意指揮